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经典名著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红楼梦 曹雪芹笔下 大官员的爱恨纠葛 二 尼采哲学集 超人理论 存在主义先生 三 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悲剧 王子的复仇与疑惑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红楼梦 曹雪芹笔下 大官员的爱恨纠葛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中国古典文学剧著 《红楼梦》中的那片神秘园林 大官员 这不仅仅是一座园林 更是曹雪芹笔下一幅复杂人心的画卷 一处缠绵匪测的爱恨情仇大戏 首先 大官员是怎么来的呢 这得益于贾府的贾母 一位有着超前审美观的时尚老太太 她决定在家里搞个大型装修项目 打造一个集团剧 游乐 文艺创作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原地 这园子不仅仅是个园子 简直是个古代版的社交平台 里面的人际关系 比现代办公室政治还要复杂 在这个园子里 我们的主角贾宝玉 一个带着神秘语的富家少爷 和一群才貌双全的女子们 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 贾宝玉 这位少年版的情感大师 对待爱情 可谓是认真而深情 但同时也显得有点 嗯 多动症 她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 简直就是古代版的青梅竹马 两人才情互称 情色和名 但是这段感情 却如同林黛玉的身体一样 娇弱不堪 最终走向了悲剧 林黛玉的咳嗽 比现代剧中的背景音乐 还要有预视性 每次她一咳嗽 观众就知道 哎呀 又要心碎一地了 而另一位女主角薛宝钗 则是个性格稳重 家教良好的典范 她和贾宝玉的关系 就像是那种 被父母安排的相亲对象 虽然条件优越 但就是少了点火花 薛宝钗的出现 为这场爱情三角关系 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大观园里的其他女子们 比如王熙凤 石湘云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她们的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幅精致细腻的人性画卷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那个年代 女性角色也可以拥有 丰富的内心世界 和独立的人格魅力 大观园的爱恨纠葛 不仅仅是一段段情感的交流 更是一次次对人性的深刻剖析 曹雪芹用她的笔 描绘了一个缩影社会 让我们看到了 封建社会的繁华与衰败 贵族家庭的荣光与没落 以及人性中最真挚 最复杂的部分 最后 如果大观园真的存在 我相信 她一定是古代版的 综艺节目现场 每天都有新鲜剧情上演 让人目不暇接 而我们的曹老师 无疑就是那个幕后的编剧和导演 巧妙地操纵着每一个角色 让这出戏越演越精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从《红楼梦》中 体会到更多的人生哲理 也别忘了 生活本身就像是一出大戏 我们每个人 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尼采哲学集 超人理论 存在主义先生 尼采 这位胡子浓密的德国哲学家 不仅以其锋利的思想 切割了19世纪的道德观念 还留下了一系列 让人既爱又恨的哲学概念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的超人理论 这不是只穿着紧身衣 能飞天蹲地的超级英雄 而是一种超越现代人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存在 尼采在他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实说》中 所自提出了超人这一概念 他认为 人类就像是一座桥梁 连接着原始的猿人和未来的超人 超人是自我超越的象征 是摆脱了传统道德束缚 勇敢创造自己价值观的人 尼采的超人不需要外部的认可 他们自己就是评判好坏的标准 这位哲学家还有一句名言 上帝已死 这并不是说 尼采去教堂时发现上帝不在那打卡上班 而是指在现代社会 传统的宗教道德已经失去了 其指导人生的权威性 在尼采看来 这是一个机会 人们可以摆脱就有的道德枷锁 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尼采的思想 对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存在主义者 关注个体的自由 选择和责任 强调人的存在 先于其本质 即人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定义自己的 尼采的超人理论 预示了这种思想 他鼓励人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而不是被传统的道德和社会规范所左右 有趣的是 尼采的这些思想 在他生前并未受到广泛认可 他的书籍销量惨淡 生活困顿 但他的思想 就像是一瓶陈年老酒 越陈越香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欣赏他的哲学深度 尼采本人可能会对此感到讽刺 毕竟他生前 一直在寻找那些能理解他的超人 总之 尼采的哲学集 是一次大胆的思想冒险 他不仅挑战了传统的道德观念 还为后来的哲学家们 提供了一条新的探索道路 他的超人理论 和对存在主义的预示 让我们不禁想问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我们是否也能成为自己生活的超人呢 或者至少 我们可以在周末穿上斗篷 假装一下也不错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悲剧 王子的复仇与疑惑 当然 我很乐意为您揭开 哈姆雷特 这部悲剧的神秘面纱 同时带您领略一下 沙文笔下王子的复杂心理 和他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疑惑 首先 让我们来到了丹麦 一个比你家冰箱里的剩菜 还要冷的地方 在这里 我们遇到了哈姆雷特 一个情绪起伏 比青春期少年还要剧烈的王子 他的父亲 也就是前国王 最近去世了 而且是在非常可疑的情况下 哈姆雷特的叔叔克劳迪斯 迅速地登上了王位 并且娶了哈姆雷特的母亲 格特鲁德 这速度 快得连快递公司都要自愧不如 哈姆雷特的故事 从他遇见一个 声称是他父亲鬼魂的家伙开始 这个鬼魂告诉哈姆雷特 他是被克劳迪斯谋杀的 这就像是 你在家族聚会上 发现你的叔叔不仅偷了你的遗产 还在你的果汁里下了毒 自然 哈姆雷特决定复仇 但他的方法 有点像是在考试前 突然决定要学习整个学期的内容 混乱而且效率低下 哈姆雷特的疑惑 是这部剧的核心 他不断地问自己 我该不该做这件事 这个问题困扰着他 就像是 你在午夜饿了 但又懒得起床去厨房一样 他装疯卖傻 试图揭露叔叔的罪行 但这个计划的效果就像是用筛子接水一样 结果是一团糟 在这个过程中 哈姆雷特不仅失去了他的爱人奥菲利亚 还意外地杀死了奥菲利亚的父亲波罗涅斯 这就像是你试图修复自己的手机 结果不小心把电视也搞坏了 最终 哈姆雷特的复仇计划导致了一场血腥的屠杀 几乎所有主要角色都死了 包括哈姆雷特自己 这个结局就像是你组织了一场派对 结果大家都喝多了 房子被烧了连邻居的狗都不见了 哈姆雷特不仅仅是关于复仇的故事 他还深刻地探讨了生与死 存在的意义 道德的复杂性 以及人性的脆弱 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 他的疑惑和自我反省 让他成为了文学史上最复杂 最引人入胜的角色之一 他的名言to be or not to be 生存还是毁灭 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难题 也是最早的存在主义危机 所以 下次当你面对人生的选择 或者只是决定晚餐吃什么时 记得哈姆雷特的故事 他教会我们 有时候最好的行动 就是行动本身 不要等到一切都变成丹麦版的 生活大爆炸 再去做决定 毕竟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故事 有一个比哈姆雷特更快乐的结局 对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三部 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品 《红楼梦》 《尼采哲学集》和《哈姆雷特》 在《红楼梦》中 我们看到了大官员的爱恨纠葛 以及曹雪芹对人性的深刻剖析 在《尼采哲学集》中 我们思考了超人理论和存在主义的先生 而在《哈姆雷特》中 我们领略了莎士比亚 对复仇和疑惑的探讨 这三部作品都展现了 人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让我们不禁思考起 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 在《红楼梦》中 我们看到了女性角色的独立 和内心世界的丰富 在《尼采哲学》中 我们被鼓励去超越 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 在《哈姆雷特》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 犹豫不决和疑惑的人性 所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这些作品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是否也被它们所触动 或者对你们的生活 产生了一些启发? 我期待着听到你们的声音 让我们一起分享并探讨 这些经典作品 带给我们的思考和感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